我说过 中国不应该将印度定义为战争对手 中国应该在守住领土主权的底线下 将印度赶出中国领土 中印对峙的最终结果不会是两军开战 最后必然是印度撤军 如今看来 中国成功地迫使印度退出了中方领土 并且解决方式也不是战争 而是和平撤军 完全符合我之前对中印对峙结局的金种预判 中印撤军事件发生以来 大家都在争论双双撤军的中印 到底谁输谁赢 在这里我用事实给出自己的答案 一强化中国对前线阵地控制 战术上虽然中国军队重搬宫湖南北两岸撤军 但是冲突期间 中国军队至1962年以来 首次出到了北岸和南岸的诸多纵鸟高地 并在该地区重新地进行了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态势上 中国依旧保持从山顶高地沿山级 对印方控制线山谷方向的居高临下的战术压制 印度在该地区依旧需要养攻中方高地 其战术劣势没有丝毫改变 原本这一波中印冲突之前 中国军队在这些高地并没有驻军 现在中国反而更进一步的占领了 靠近印方一侧的高地 让印度的战术劣势进一步扩大 2. 夺回300平方公里领土 2020年11月26 印度前北方军指挥官胡达中将表示 印度失去了对于德普山平原250平方公里 以及对于班公湖地区5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 该地区的面积大约是美国曼哈顿的5倍 中印边境争议过程中 中国前初阻止印度单方面改变中印地区现状 不仅有效地阻挡了印度军队进入中国领土 而且在该地区修建军事设施的过程中 实际夺回了300平方公里土地 那么夺回300平方公里土地 有什么重大的战略意义呢 在解放战争以后 中国为了加强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 专门修建了G219国道 也就是新藏公路 这条公路对于强化中国对中印边境控制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是中国对中印西部争议地区的重要补给线 也是中印对峙中包括99A式坦克在内的 重装甲部队快速地进入争议地区战场的争员命脉 由于青藏高原公路一般修建在河谷地区 所以新藏公路G219国道的安危 取决于公路稀测防御高地的窒息 中国在班公湖南岸多回300平方公里土地 并迫使印度撤出了热青山口以后 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巩固了 对S502 S301 S303公路控制权 可以有效地防止印度控制热青山口 以后向东切断班公湖地区补给 同时中国前出夺回300平方公里土地 强化了对拉达克以东的高地控制权 不仅印度军队对中国军队 阳公的不利态势无法改变 更是有效地阻止了印度 万图通过夺回拉达克以东地区 以求斩断居219战略补给线的图谋 三 印度扭转战略烈势失败 印度为什么会在202 4月和6月连接的挑起边界冲突呢 其目的就是为了逆转印度 在克什米尔地区对中巴的战略烈势 具体措施就是修建战略公路 这条公路包括从印度列城直达邦宫湖南岸的环形公路 以及从列城直达喀拉昆仑山口的空军基地的战略公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顾感 印度刚刚动手就遭到中国正面打击 尤其加勒万河谷对峙 印度偷击不成18名 中国反而将控制线前退到了河口位置 活力随时可以切断印度的战略公路 于是修不成自己补给公路的印度 就开始打中国布袭县的主意 但是很明显印度什么都没捞到 不仅被中国夺回了300平方公里土地 还出现了压垮印度战略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1年2月4号 中国已经将99A式坦克和零式A型战车排到了对峙前线 中印分别撤军以后 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将包括A99A在内的200辆坦克快速撤出 这次在撤军其实也是在警告 别看我们去得很快 我来得会更快 如实一来 印军不仅加勒万河谷没占到便宜 现在班公虎摩擦又将中国重装军队吸引了过来 印度最终只能够向性势低头 四强化中国对印度的战略优势 这次虽然是中印同时撤军 但中方占据了边境地区的制高点 中国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 控制中印边境三大突破后 开泊山口加勒万班公湖动揽地区 这三个口之就像是伤把尖刀 可以随时的刺穿印度背部防线 居高临下威慑印度 所以表面看中印是同时撤军 但印度通过两次摩擦 都没有改变任何原油的战略劣势 目前的太史依然是 只要中国手握着三把尖刀 印度就永远是砧板上的肉 除此之外 中国还通过了两大措施 进一步强化对印的战略优势 一是中巴联合打东 哈拉昆仑公路 二是修建川战铁路 西部战区内部从新疆到四川的铁路 本来就是联通的 现在穿战铁路修建以后 西部战区内部就形成了一个闭合的铁路环 就可以充分地将战区支援 用于中印对峙前线 对中印边境的快速增援补给能力 将再次提高 一旦战争需要 可以迅速集中全国军力 快速向中印前线调动 中国根本不需要通过战争惩罚印度 就能够让印度如坐针塔 如蛮在北 五印度财政的恶化 中印对峙发生以后 印度紧急地向以色列和美国采购武器 极大的消耗了印度原本所剩无极的外汇储备 二六二十年 中印加勒万和股摩擦爆发以后 印度外汇储备短期国际债务的负债 就已经严重不足 购买大量武器装备以后 外汇储备更是捉襟减重 同时印度还有更大的麻烦 据印度卫生官员表示 在印度发现了多达240种新冠变异毒株 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印度本身就是多种族国家 疫情爆发以后 印度检测能力严重不足 目前 疫情已经在全印度疯狂扩散 6500万人口的英国也才产生了两种变异病毒 印度却有240种病毒株变种 说明印度的甘烂群体早就超过了1亿 现在印度疫情根本控制不住 经公共卫生中检测和疫苗注射两项 按照中国的成本计算 也将超过1400亿美元 正好根据印度短期美元债务组合 且不说 中印目前爆发两国战争 就仅仅是印度防疫所需的外汇资金 都足以压垮印度中央产政 此时若中印再次的爆发冲突 那么印度国家主权破产将板上钉钉 当前的印度内忧外患 内忧更胜于外患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顺者扯军 明显是为了面包而放弃了 活而不实的面子 无人之意 中国在这次处理中 敏对质的方面 体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敏锐 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就说过 中印冲突目前对美国和犹太资本最有利 中国就是打赢了印度也得不到什么 中国只要守住三大战略突破口 就能够让印度生活在中国的赤刀之下 只要没有战略双翼的生长 美国就不会真心实意地 帮助印度堵截中国 因为美国也不傻 帮助无法生长战略双翼的印度 只会让美国在南亚 陷入更大的战略被动 准备 感谢观看